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室豪门就是这样,曾经显赫一时,也曾经备受争议,到头来空流一声叹息。 今日传奇,强力打造王室豪门,精彩不容错过。 朋友们,王室的存在有着漫长的历史了。 二十世纪以来,人们不断地向王室的特权和财富发起挑战,王室也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大部分的君主国都被两次世界大战的旋风所荡敌,而另外一些则被不断高涨的反殖民主义浪潮淹没。 目前全世界还有王室大约26个,其中的一部分存在于社会进步,科技比较先进的国家,比方说像欧洲的一些君主国。 另外一些则主要的存在于那些蕴含着丰富石油的国家,比方说像中东的一些国家。 那么这些留存下来的王室是怎样在变革当中确保王室的统治能够得以延续,而另外一些王室又是因为怎样的原因被颠覆了的呢? 继承遗产是获得巨额财富的捷径之一。 出身豪门自然就拥有财富,王室财富向来都掌握在某个家族手中。 一百年前,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王室统治之下,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着当时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 他去世的时候,灵旧后面跟着两位皇帝,两位国王,二十四位王子和十三位公爵。 可是在仅仅二十年里,大部分王室被颠覆了。 进入二十世纪后,人类第一次向财富继承观念提出了挑战。 在这个正在经历社会变革和革命运动的年代里,特权和财富逐渐转移。 对待祖传财产的观念必须转变,血统观念亦是如此,这样王室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 但是,拥有财富并不代表拥有幸福。 即使是历史悠久的王室也会发生悲剧,产生危机。 这就需要下一代来修补裂痕,以适应时代的要求,确保王室统治的延续。 二十世纪的世界发生了巨大变革。 即使是历史最悠久的王室,也受到新秩序的挑战。 埃及王朝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王朝之一。 1936年,年仅16岁的法鲁克继承了埃及王位。 与此同时,他还继承了一亿美元的财产,两百辆汽车和7.5万英亩肥沃土地。 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埃及最后一位国王。 由于拥有可随意支配的巨额财富,法鲁克一世过着奢华的生活。 他喜欢女人,也喜欢美食。 一顿早餐,他就能吃下12个鸡蛋。 午餐吃40只鞍蠢也不在话下。 他还喜欢赌钱。 在比9点的纸牌游戏中,他能在7个小时内输掉15万美元,丝毫不在乎。 法鲁克一世的第一次婚姻并不理想,而且没有子女。 后来,他向17岁的平民姑娘纳拉曼求婚。 她们的年龄相差悬殊。 纳拉曼是王室珠宝师情妇的女儿。 珠宝师利用这一机会,大力推荐自己的珠宝,让法鲁克一世支付了大量金钱。 法鲁克一世给新娘准备了许多礼物,仅嫁妆一项,就花了25万美元。 豪华的新娘礼服装饰着2万多颗钻石。 在巴黎度蜜月时,纳拉曼的高档女装花了数千美元。 为期13周的欧洲豪华旅行,成为法鲁克一世最后的辉煌。 1952年7月23日,坦克包围了王宫。 纳塞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夺取了政权。 法鲁克宣布退位。 大量金钉被装在香槟箱中,偷偷运到王室的游艇上。 但是,法鲁克一家无法带走他们的全部财富。 法鲁克在意大利流亡期间,妻子离他而去,儿子则成为国际社会的知名人物。 法鲁克去世时45岁。 据说,他的死同埃及的秘密警察组织有关。 自此,复辟君主统治的希望破灭了。 在二十世纪,埃及并不是唯一受到冲击的国家。 战争,革命和社会变革,已经敲响了王室统治的丧中。 数代人聚联起来的巨额财富,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1914年,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欧洲发动进攻。 一战不仅是他自己走上毁灭之路,也使其他君主深陷泥潭。 在十年间,一多半君主政权被人民推翻。 平战前两天,威廉二世宣布退位,德国成立共和国。 曾经不可一世的统治者被迫流亡荷兰。 政府允许威廉保留15亿美元的财产,但是随着权力的丧失,这已经不可能了。 在多尔恩的一家咖啡馆对面,人们只需支付25美分,就能搁着栏杆看到德国最后一位皇帝的房子和花园。 这里竟然成了旅游景点。 在历史的潮流中,那些后起王朝也难以幸免。 1939年,莫索里尼入侵巴尔干半岛上的阿尔巴尼亚。 索古一世在当了十年十个月零十天的国王后,不得不逃亡国外。 国家财富也被他一扫而逛。 后来,他成为伦敦最富有的流亡国王。 并不是所有的国王都这么幸运。 当1946年意大利成立共和国时,具有千年统治历史的萨布伊王室最终一无所获。 翁贝托二世在位仅仅三十六天,当他流亡葡萄牙时,属于自己的只有三件衬衣。 在所有的王朝覆灭记载中,罗曼诺夫王朝的下场最为凄惨。 1918年7月,布尔什维克卫队处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以及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 八十年后,他们的尸骨被运到前首都圣彼得堡重新安葬。 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俄国三百多年。 作为俄国撒谎和欧洲最后的集权君主,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生活奢侈,想要大量特权。 皇宫是欧洲最宏伟的建筑之一。 罗曼诺夫家族拥有巨额财富,有人估计,沙皇的财产在一千一百二十亿美元左右。 作为拥有绝对权利的君主,尼古拉二世除了私人财产,还拥有国家财产。 他控制着俄国价值一百四十亿美元的黄金储备,这笔财富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 作为君主,玉宝也归他本人所有。 在1896年的加冕典礼上,他还接受了相有凯瑟琳巨钻的豪华皇冠。 王室权杖上像着著名的欧罗夫钻石,王室宝球是沙皇权利的象征,但是这些只是沙皇所拥有的众多名贵珠宝中很小的一部分。 珠宝师彼得·卡尔·法贝勒,精心雕琢了沙皇的众多珠宝,这就是著名的法贝勒彩蛋。 在今天的市场上,他们价值大约五百五十万美元。 但是,到了1914年,革命之风吹遍了沙皇俄国。 王室成员终日待在游艇上,享受无忧无虑的时光,无视革命危机的存在。 由于生活日益贫困,俄国人民对沙皇政权已经失去了信心。 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尼古兰二世认为自己的权利是上帝赐予的,拒绝采取措施,安抚民众。 他总是向出生于德国的妻子亚里山德拉寻求建议。 1914年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俄国紧急派出一千两百万人赶赴前线。 尼古兰二世自名为最高统帅,把国家统治权暂时交给妻子。 仅仅两年时间,物价就上涨了百分之四百,国内局势动荡。 在布尔什维克的打击下,沙皇政权已经摇摇欲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